台中的警方插到六項 總統選舉 擲轎的案件 抓到十的人 繳金將近一千五百萬 其中一個小紅的嫌韓 為了美警方的隊長 要求繳腳自己去買 慶尼會北來擲 這也是這次總統 大選抓到的頭一項 以慶尼會北擲轎的案件 警方所惜紅色嫌韓的 自車跟騎機 因為台中檢禁傳 稍作斬罵真主 以實陷經營總統選舉 多擲 而且要求兜家使用 慶尼會北的泰達幣 樂度 已經受到 繳金將近六百萬塊 其中有一名嫌犯 是用泰達幣來接受下注 是要規避警方的查契 我們會針對他的熱錢包 冷錢包來做示威的見識 來做向上的追查動作 泰達幣所以加筆 慶尼會北 跟美金的 回路是一比一 因此有因比跟容易變形的 地點 這也是這次總統 大選頭一項以慶尼會北的 樂度選舉多擲的案件 你這個 你這是什麼東西 我是自己跟人家對賭的啊 來中京方也查到另外五項 選舉多擲 中心慶尼會 感情周投在來的 頂高的人 以慶尼會的方式 使人同時本案的 張姓祖賢 收押禁見一人 京方孫後 將相關的十萬人 以違反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 保免法 憑法保兼多欠 其中台東地檢視進班 其中中心慶尼會 受到經驗 京方也來對行李迴白 樂度電區秀為感謝 向上秀完對詐 記者台東部讀